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不得羊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老花一我这个光开花 刚开花就蔫 听话我没说过 茶花和杜鹃喜欢空气湿度高 晚上的时候用个大一点的袋子给它套起来 白天的时候打开 晚上的时候多给它保保湿嘛 可以往叶子的背面喷喷水 懂了吗 这就是发蔫 你光浇水是浇不上来的 它就空气湿度不够 下个臭宝 天猪葵黄叶小包 缺肥缺水 适当的给上一些肥料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多浇一点水 就会好很多了 下个臭宝 铁线莲咋的了 铁线莲还不够冷 铁线莲够冷的话 给它冻掉才好呢 上面的叶子 如果实在不好的话 等到明年春天 你给它减了四点肥料 让它重新再长起来 明白了吗 会更好 下个臭宝 香水柠檬什么情况 你这个香水柠檬啊 是长时间的减性高 第一点 第二是缺水 第三是缺肥 第四个是冷 好像是这四个原因 明白了吗 有时候我怎么办 把表面的盆土松一松 用点肥料 该浇水的浇水 用一点点的杀菌药 好吧 下个臭宝 巨宝盆 啥原因 它下面叶子黄很正常 剪了就行 你不能呢 好家伙呢 你去乡亲 你说 哎呀 这个女方的 这个脚架盖有点长 什么原因 你剪了就完了 你下去帮他剪 给他洗洗脚 你这个也是 你给剪剪不就行了吗 下面黄还不很正常啊 真的是 上面长得好不就完了吗 对吧 要不着急点关注啊老花姨 每天给大家分享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长的 白了错不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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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